就是這一台專榜 它是用200型的挖土機 交通委員會立委 進行台鐵邊坡工程考察 第一站直奔宜蘭 視察同樣是由聯合大地 進行承包的 北回K0加915邊坡工程 我們都有規定 這個都是要 每天都要落實檢查 大型機具 同樣每日進出工地 進行邊坡工程 打地毛機比怪手還要大 他得現在連繩索受力點 也得檢查 不過因為工程特性 主要夜間施工 取斷施工 立委盲問有沒有掉落無監控 除了這個地毛的工程之外 有沒有這個異物掉落的 相關的監測系統 在立法院則是聚焦 李逸祥現在確定 違法身兼工地主任 但翻番法規早有明定不可以 不過這工程進行兩年 展延四次 竟然一次都沒有抓到違規 甚至這十年間 營造違法兼任工地主任 被開法的次數少得驚人 第58條要要求他限期改派 好辦理解任 否則的話連續罰20萬到100萬 唉 十年來罰四件 五隻手指頭就數得出的違規數 就連違法借排標工程 法律規定開法是100萬起跳 但考量比例 實際罰單竟然比法律規定還輕 法律規定100萬以上罰款嗎 是不是 怎麼會有那個罰75萬的 怎麼會有那個三件293萬的 這個部分有的部分是因為行政法 法要按照比例 內政部現在補破網 一個月內完成工地主任資料 勾擊系統 只要違法兼任 系統就能警告 不過全國營造業2萬多家 工地主任有31898人 一個月內完成系統 得相當拼命 三地新聞方伯峰 陳君傑 全家媒體的報導